圣诞节即将来到各地也开始装饰圣诞树 挂满了圣诞灯 而在台东的泰玛里地区 湘工所特别在金轮火车站前 打造了一条将近200公尺长的灯海隧道 一整排的灯饰相当的漂亮 也吸引了许多的民众和游客打卡拍照 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圣诞氛围 而车站前也成为了金轮村的亮点 一走进金轮村可以看到在火车站前 上空有一整片天幕灯饰 两旁只有蓝色灯光的流苏灯 以及学生彩绘的热气球灯笼 这是泰玛里香工所特别在金轮火车站前 打造的一条近200公尺长的灯海隧道 而在站前广场旁还有圣诞树以及爱心翅膀 充满浓浓圣诞氛围 主灯是8.5公尺的一个圣诞灯树 然后还有因为在多连火车站 那个橡楼木工坊那边的天使翅膀 常常都是一些网美的大卡点 那为了在夜间也有翅膀这样子的一个装置的艺术 可以提供给游客拍摄 我们在那个主灯的旁边 有放一个天使的翅膀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金轮火车站 站前的一个步道 我们有设置150公尺的一个那个灯式 有50公尺的那个区间是天幕的灯式 闪亮灯式点亮了整个军伦村 也吸引许多在地民众及游客 前往打卡拍照 我们是来泡汤然后顺便到顺道过来看一下 刚好我们来泡汤 刚好就是刚好以他们的那个温泉记啊 对啊我们是刚好 那觉得看这样子感觉怎么样 很美 我们比较像是游外的青年 然后看到这个主题会比较想要回来 对 然后带小孩子啊 然后一起来青年就是 我们以前可能以前感受不到的 以前感受不到的 然后现在去感受一下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看到这个感觉怎么样 还蛮不错就是有创新 而泰马里香公所有建于去年12月 星光隧道灯式被大货车拉扯损坏的事件 因此这次也特别在灯式上方标注限高4米 避免车辆误闯 而灯海将持续一个月 欢迎民众一同到金轮 感受圣诞小确幸 就讲解泰马里香报道